XD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哲平好的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遊戲是我們 亂世爭霸喔 那大家看到這個畫面就大概知道 我們就是要去準備我們的軍隊 然後跟其他國家的敵人打仗啦 那這款遊戲是我們SLG類型的遊戲喔 那基本上 它是全球同埔的一款打仗遊戲 那也就是說呢 只要其他人在這個遊戲裡面創建的賬號 你就可以在這個世界裡面跟他對打 或是跟他同盟來去對抗其他國家的敵人囉 那其實這款遊戲還滿特別的 因為以往則平玩的那種對打遊戲 都是要互相佔格子 或是直接去侵略別人的國土 不過這款遊戲是有劇情取向的喔 接下來只要照著我們任務指標 繼續達成他的任務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繼續觀看我們的劇情啦 那這邊的話 它要我們攻擊二級的敵兵一次 那我們就去攻擊二級的敵兵 讓大家看一下我們城外的樣子吧 好的 那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亂世爭霸的城外世界的樣子喔 那基本上現在外面周圍呢 還是我們野區的部分喔 因為目前的話 還沒有開服 那時候的話呢 周圍一定就會有更多其他國家的敵人囉 所以目前的話 我們還可以安安穩穩的農一些野怪喔 那這邊的話 其實它要我們找二級的那個野怪 那不過如果在地圖上找不到的話 怎麼辦呢 它右下角都有一個搜尋系統喔 其實這款遊戲玩法非常的簡單 都會給予一些任務指標喔 那像我們這邊的話 點擊我們野外敵人 然後這邊就可以搜尋我們二級的野怪了 那搜尋到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點選他 然後進行攻擊喔 那這邊打到我們野怪的話 只要打贏的話 就會掉落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的話 都可以幫助我們完成發展喔 所以不見得一定要一開始就去攻打其他國家的敵人 我們也可以從野怪開始農喔 那我們這邊就派出我們的兵團 馬超兵團 來去攻擊我們二級的士兵喔 這邊的話呢 其實還滿帥的 就是他們是直接在地圖上打鬥起來的喔 所以我滿喜歡這個畫面喔 而且畫質非常的高喔 OK 我們這邊直接打起來喔 那我們應該是可以打贏我們的這個二級士兵了 然後沒問題 我們取得勝利 那取得勝利之後呢 我們部隊就開始完版我們的組成 那我們就可以拿到一些東西 我們就可以開始建造喔 那這邊完成了我們劇情任務的話 我們就可以點下去之後 按領取獎勵 然後全部領取之後呢 那大家聽到這邊沒有錯 這款遊戲 所有的劇情還有主線 還有我們的任務引導喔 還有武將 全部都是全語音喔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不用害怕 就是有一些東西你要去看字 其實用聽的就很棒的喔 而且這邊還有一些選項可以讓你選擇喔 那我們應該是 開墾荒地吧 那像你每次看到一些新的東西啊 其實他都會用語音去告訴你該怎麼做 或是告訴你這些東西是什麼 就不會像以前哲平玩這些遊戲的時候 其實還滿害怕就是要去看一些東西 或是去爬文的 那基本上這款遊戲都會以語音來告訴你一些東西該怎麼做喔 好的 那剛剛介紹完我們一些語音系統啊 還有裡面內部一些構造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介紹這款遊戲比較重要的武將系統啦 那武將系統呢 基本上呢 不像我們以前就只有分一些什麼戰鬥武將 或是分一些比較高薪的武將 這邊每一個武將都有他們所擅長的地方喔 比如說我們這邊左上角有劍的符號的話呢 就代表是我們的戰鬥型武將 左上角有錘子符號的話呢 就代表是我們生產類型的武將喔 那基本上每一個武將在每一個地方都有他的用處 比如說我們的錘子武將呢 也就是我們的生產武將 他都可以在任何的我們田地阿 或是木林阿 或是我們的醫療所 做一個武將委託喔 那只要委託武將在他一些設施裡面 那些設施的生產量或是一些建造量 就會大幅的提升喔 所以其實這款遊戲比起刷手抽武將 我覺得累積更多武將會比較好發展喔 目前其實還有一個系統哲平還滿想去理解的 因為他目前還沒有開放 也就是我們右下角這個主播已休息 就是我們這個主播頻道喔 那之後開服之後呢 其實我覺得會非常的熱鬧 因為加上我們這個主播頻道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有更多更好玩的東西會發生喔 好的 但如果你對這款遊戲有興趣的話 其實裡面還有很多設施都可以等著你來發掘喔 那裡面除了我們一些研究院啊 還有一些研究我們物資 能夠讓我們的王城變得更厲害之外 其實我們主攻技能也是能夠讓我們的發展變得更不一樣喔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創造 處於自己的一個不一樣的一個君臣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 王都也是可以跟放我們的造型喔 那每一個造型呢 都可以提供我們部隊的一些生命啊 或是出征的時候的那個 一些能力提升喔 如果你對於這款遊戲有興趣的話呢 現在都還在我們事前登錄的階段喔 在哲平的資訊欄裡面有一個事前登錄的網址 只要點下去完成事前登錄的手續的話呢 就有機會抽到我們前往東京的機票喔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可以幫我點喜歡 如果喜歡哲平頻道的話可以按訂閱喔 按下小鈴鐺就不會抽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如果你對於這款遊戲有興趣的話呢 都可以在以下留言告訴哲平喔 那我們可以一起組隊來對抗其他國家的敵人囉